总统蔡英文民主伙伴共荣之旅 一抵达纽约 现场除了欢迎侨胞 还有抗议的中国侨民 在纽约跟在洛城两地 都有相关的这种亲中侨团 在地示威的一个情况 不过经过当地 非常清楚的讯息掌握 以及当地的警方协助 乔委为和国安局全程掌握 蔡总统出访期间 中国利用侨社组织动员走路 参与示威 但原本说好一人一天400美金 实际上却只拿到80美金 我们也有听到部分的这些 去参加抗议的人 在群组当中表示 有人领到一些相关的费用 去进行相关的活动 中国不只利用 同时也监控海外侨民 甚至在全球五大洲 建立912警察站 目前有没有这个状况 对 这种可能性确实有存在 那但是 你讲的是可能性 你们有没有掌握具体的状况 有一些运作的样态 我们正在密切的关注 那它的运作方式 跟在海外不太一样 国安局证实 台湾确实有类似的组织 只是运作样态和欧美不同 其中主要对象锁定 在台路配 让这些人 小心不要在台湾乱讲话 不要支持民进党 不要怎么样怎么样 否则你在大陆的家人 会怎么样怎么样 局长这种样态 你觉得可不可能存在 有有有存在 中国威胁利用 甚至恐吓威胁样样来 你们在大陆有事业哦 要小心哦 那这个东西才是 国安局要处理的事情 有在处理 中国海外警察 渗透全球五大洲 更何况 领近的台湾 更是不可不防 静新闻综合报道 雷克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